其實是有點混在一起,就是原本我是在做那個GIV Language Portal專案 就是說我們會,欸,對,就是我們大家都知道說,就是之前大松我有報告過 就是我們大家都知道說,欸,現在會有包含台灣特別的用語,對不對 然後我們會希望說可以整理一個方便大家去搜尋看知道說台灣的藝文用語會怎麼樣 然後彼此參考的網站 那作為前置作為,我們最近就是要動工的時候 要參考到之前GIV Parse的以前蒙點國家院的專案 但是因為國家院的網站改版了 然後就有點尷尬就是以前的Parser不能用 所以我們今天的進度是就是把那個Parser就是試著修好 那你可能會問說就是在這個open data年代為什麼會需要Parser 那主要是因為如果你去國家院的open data網站看呢 他把所有的包含他的經費的報告啊,什麼統統混在一個資料夾裡面 有的是CSV,有的是XML,然後也沒有一個目錄 所以我們也不是很好看說到底 我們也不確定這裡面是不是起的 那因為他那個國家院,例如說他那個詞彙檔 點開來可能就是anyway 就是如果你點開來可能就會看到說 他是,例如說我們人體解剖學的名詞,物理解剖學的名詞 他是一個一個分開的 所以如果這樣不齊的話,我們也就是這樣的open data 這樣的格子也沒有大用 所以我們還是要就是在手動處理它 那今天大概就是處理這個東西 然後大家如果有興趣對軟體在地化 然後對就是整理台灣的詞彙有興趣的話 可以看一下我們放在上面的就是社群詞彙庫的通影片 然後因為就是語料與會相關的已經有點久沒有人整理了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一起幫忙的話可以一起來幫 大概是這樣,謝謝 好,感謝接下來就是Paul 然後我看一下Paul的下一位,你要放自己的嗎? 我要先放這裡 好,那這個先 好 你的是